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又来到《小女子脏油带勇气》的时间了 刚刚过去了无奈的农历新年 大家是否觉得很开心呢? 假期是否很不够呢? 或者当你吃了这么多东西之后 在想如何减肥呢? 不过对我来说 新年最开心 并不过于豆腐时 以及可以享尽眼前这么多的美食 而是真真正正最享受的 就是可以和一帮亲友 可以大家一起相聚见面 又很记得在我童年的时间 新年又可以说有期望 但总会有一种落幕的感觉 为什么呢? 因为特别在我七岁之前 未认得错的时间 很多时候都会躺在这里生活 所以我很记得 每当亲友过来的时候 我就不像跟一般小朋友 或者跟表哥、表姐、表姐一起玩 我只可以留在房间里 因为都很害怕表哥、表姐 玩的过程会弄到我 所以要确保安全 自己只可以在房间里 听到外面很热闹的声音 除此之外 也不能跟家人出去摆连 因为始终以前 爸爸妈妈抱着我的时间 其实都会比较辛苦之余 最重要的就是 心理上仍然有一种压力 很害怕我出去会被歧视 或者会被一些奇怪的目光 会看着 所以其实我对于新年 经常觉得应该是很开心才是 这个的盼望 其实一直都没有磨变过 但是真的是 按着一直这样成长 长大之后 除了自己的勇气 除了自己的性格 都可以和一班亲友 可以维持大家的感情之余 直到现在了 特别这几年里面 转眼家拿着这架电动轮椅 已经六年了 也是借着在我十几岁的时间 真真正正和父母说 我要认识这个世界 我要走出来了 所以在这十几年里面 都可以真真正正感受到 农历新年这种欢乐 家人、亲友 一起去团圆这种快乐 所以其实每当 真的 一班亲友在一起的时候 都看到大家都有不同的转变 虽然真的 见面不多 但是直到这个新年的期间 亦都可以让我走出来 和一班亲友 可以高谈阔论 大家一起去吃饭 是的 其实真的有心不怕辞 其实如果真的 你对于你身边的家人 朋友 或者很久很久没有见的朋友 其实都不需要 真的要大事大事的时候 才去见面 我常常都会觉得是的 直到现在 电动轮椅这么方便 有时候如果我下班之后 无论是新区 有点业贯 但既然我都走出来了 我都不争论 约下身边的朋友 吃饭 聊聊天 除了之外 亦都是值着 很多时候 我们会是假期 会出来见面之余 都会一起去 逛街 看电影 吃饭 这件事 亦都是给我 可以满足我以前 小时候 满足不了那种的盼望 所以 其实农历新年已经过去了 未来又去什么节日 知不知道呢 未来也去福祉 儿童子 其实真的不是的 往往要一起去相聚 一起去见面 不需要等这个节日 随时随地都可以 而我自己呢 虽然自己行动不是那么方便 但如果你要关心一个人的时候 其实 现在 都有WhatsApp 有Facebook 也有很多不同的平台和途径 都可以将你的爱去表达的 是的 亦都说一些随时给大家听 其实我收利是很开心 真的 但其实派利是更加开心的 其实自从我 我侄子出生之后 这五年里面 我都学习派利是 其实派利是 真的是一种的祝福来的 亦都对我的契仔和契女 都是送上这份的祝福 所以新年 除了可以和一家人 和身边朋友相聚 将祝福 带到你们每一个人的身边 是的 今集的小女子 却有大勇气 就是延续这个农历新年的气氛 希望大家在新一年里面 都继续保持开心快乐 和祝你们身体健康 好 今集的小女子 暂流大勇气的时间 就差不多了 下一集我们再见 拜拜